經濟學校的思考方式 這是課本的第一章 我要講幾個概念 包括細小型的原則、成本、效益、品性原則、法羅價格、經濟成本、機會成本的面積的概念 這東西連我都附在右邊 同學跟我們同學過去一直反應說我們課程的英文太多 不過上禮拜我同學把人說英文太少 因為他說他小,他不會去練習 所以你去觀念這當然好 可是我不能為了你一個人就把我英文的課本給我改成英文 雖然這時候包括哪是英文我把它改成中文 那我們學一個前英文課程 其實正往程度上都是十個台灣人不識外國 近年剛才來外國學生就他們抓不到四個都可以學 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破裂把他們所謂的前英文 就會讓你完全不懂中文的同學可以叫你們去學 但我讀的當然也是這樣 我會鼓勵各位把這個英文誌看來 你可以查自己 我在課程上會講一些 方便各位對照 我們先講這個世界是洗澡的 你的反思都是不足的 經濟學家說 沒有白吃個午餐 理由很簡單 因為你永遠沒有足夠的時間 金錢跟足夠的精力跟精力 從此你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剛才說 如果你修過這個課之前的版本 兩小時的版本 我就不建議你來修這個三小時的版本 如果你修過管面的不同必修 你更不應該來修這個課 因為你只有一段時間跟基地平 你應該做重複的同志 這樣對你的報酬率不高 這樣是不效率的 這個課本用的例子是班級人數的例子 剛好很貼切的跟這個課子沒有關係 我在管理的共同必修 那個課子三百六十六 跟兩班上的兩個老師 所以同學們的意見 請問的意見就是說 學生人數太多 老師太多 不容易這個學習 可是各位看 基地學家那三科的例子用什麼 班級人數 因為班級人數越少 教學品質越高是你們都知道 可是班級人數越少 這個課子成本就越高 一個老師再次要三個 一個禮拜後上八個兩班 然後就結束 我們請一個教授 一個月花八萬塊小時 他一個禮拜只要八個小時 一年工作八個月 這樣就一個月值八萬塊 最後一個課只有四幾個人 那你看你在花多少錢 來上這個課 那你說當然教學不是在做生意 這我當然同意 可是我們就只有這麼多老師員工 我們把他做各種效率的分配 所以一般的基礎課程跟大班課 這是學主的虛實 我在美國上課一點 課的經濟學 那課是三百人 那是一百號的課 就是三位數 就是比較高級的課 他們上三百人 我一個學長在Easy Riverside當老師 他說他的經濟學 你必修課是五百人 用體育碗上課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一方面我們希望 讓課程的成本降低 把老師的員工收出來 去上其他的選修課 讓老師能做研究 但是一方面我們就增加很多TA 維持這個課程的顏色 所以這個就是 從這邊看出來 我們說一個洗澡性原則 在課堂的規模 經濟規模跟這一次的教育規模 兩者之間的彼此的trade over 在經濟的眼光裡面 他們是不是互相的妥協 互相的讓路 所以他說 經濟學是用來研究 人們怎麼樣在各種不同 洗澡性的環境之下 從事選擇的科學 記憶學是跟各位講 怎麼樣做選擇 在你的有限的天氣之下 怎麼樣做最有效率的選擇 從一開始就是複製 就是因為洗澡 所以trade over 非常普遍 trade over 就是交換理石 彼此互相讓步 一種妥協 中文講得非常好 他說魚育小腸不會堅韌 因為我們說 如果你一個東西要的比較多 另外一個東西就應該要的比較少 對 因為你只有一份時間 我念研究所 我在政大念措施班的時候 那時候路面老師有一天 他來上課 他想要給我忙 他說 不管你再有錢 你是一天吃山餐睡一張桌 我想看這個就能夠到 不是說你今天加台灣不然 你就被睡三張桌 不是 你不是說那我吃六頓蛋 你胃還是很大 有些人他們吃得更少 因為他們要養生 所以他們吃得更少 當然這些都是反映在 整個洗澡性原則裡面 所以他們說天下沒有白色的午餐 想想想說 要休息十分鐘嗎 要休息 才剛開始不是嗎 我之前都連上八十分鐘 然後 然後就大家休息十分鐘 我今天都不會這樣 我連上 我剛才上了十分鐘 還是要連上八十分鐘 然後我在 兩點五十分鐘做下課 你可以休息到兩點三點十分鐘 其實這也是用墊落 我們看一下選擇 第一次 第一次我再給你們下一個 那我再上到兩點十十五 再交換一下 我沒意見 那你們什麼都好 好啦 那我這樣 我就繼續上 你們要去修行的自己去 不要高了 不要讓感染到其他工作 還有 再睡覺了 那我經過什麼 還滿提醒的 可是等一下我愛愛社會 你們就寫過了 沒關係 往下想按摩 可以省一點時間 我們當初天下沒有白色的午餐 可是有一個人在開車的時候 先買GRT 裡面的那個廣播的小店就說 你只要撥電話進來 我就送你兩張免費的餐券 那請問這是 結果那個小店就說 那日Spring lunch 那為什麼不夠 這是不是 這是不是少數例外的預覽品 你就打電話到廣播電腦裡面去 然後你排庭 第幾個 然後他就送你兩張餐券 都要寫 這是免費的嘛 我看同學也要問 為什麼不是 打電話給你一塊錢好不好 太北打得一塊錢 你要計較 是啦 那是一塊錢的成本 沒錯 還有嗎 時間 你要等在電話旁邊嘛 對不對 他還是要打電話進去 他還是要說 打第五個進來的時候 就送一個什麼獎 那你弄不掉你的第幾個 你就知道 那是四來四去 所以這些都是成本 沒有錯 所以他說 所謂的白食午餐 其實是不對的 不進來不對的 我請問各位 你直接跟哪些東西進去 有沒有成本 你取得空氣要不要成本 我請問 現在在這個房間裡面的空氣有沒有成本 有什麼成本 我看你點 蛤 沒有成本 也沒有 這個房間的空氣有沒有什麼成本 有什麼很簡單換你 我把空調翻到你 空調翻到你 你就知道這門在哪 對不對 但是 因為這個可以有100多人 但是在這個房間裡面 如果大家覺得舒適 可以睡覺睡得舒服 一定要開門機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房間的空氣是有成本的 不讓目度降低啊 別的拍攝摩托燈 燈會發生燈 熱的啊 所以開門機來 來調整 剛剛請問各位 取得陽光要不要成本 有沒有意見 取得陽光要不要成本 什麼成本 什麼成本 有裝窗戶的成本 走到戶外 走到戶外 才有陽光配照 這就是廢話 你說什麼 走到戶外要成本 我看你成本是滿更高的 好啦 走到戶外算成本 我同意 你問其他的 除了走到戶外曬戴 你要成本之外 除了走出去 要成本之外 這個位置成本非常高 我看你少來上課了 讓你走這麼遠 成本非常高 我擔待你去 你再測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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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開門機要不要成本 我想取得陽光不是 只是說你去山崖 這樣的概念而已 比如說你房子朝哪邊 要不要成本 像養的房子是不是 你不要鬼 鬼大變窗的 大會進來 還是哪會進出 擋住 特別有高樓幫你打住 你什麼樣光都沒有 這樣的方子 這樣也是一定不一樣 對不對 我剛剛講的日照 有幾個 一個房子有幾面採光 它是完全不一樣 價錢是道牆 你們去外面 住房間 是不是採光的房間 比較貴 是不是這樣 不是 那你趕快去拿採光的房間 這邊也沒有這個概念 採光的房間 比較貴 他說取得水又不要走 當然要乾淨的舒服 其實要講的就是 乾淨的空氣 對不對 有時候有空氣污染 你要把空氣污染 那個髒的空氣濾掉 口腸要花長等 把空氣的髒東西濾掉 對不對 是不是有陽光進來 如果你像 你去到某些城市 空氣污染非常嚴重 它是中年見不到陽光 陽光非常少 明年我去成都還會 成都貼公說可以摸摸摸摸 我跟他說 今天是特別明天的 他說沒有 成都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成都一年 看到陽光的天氣 看到陽光的美景一樣 和美國相關 我在加州練習的時候 加州 南加州的一年有超過 200天是7天 300天 他說一年有300天是7天 像今天這個樣子 一年有300天 我在美國練習的時候 也沒有買過183 所以我告訴你 老師留給我 他留183給我 其實沒有用過 我說讓我穿過毛衣 我說兩種衣服 會穿著 這兩種T恤的T恤 長袁T恤 就這樣兩張衣服都穿著 去量好 而不是你的地方都這樣 所以成本效益為整 這邊有個有趣的圖片 這個網上看到 他說 成本就是你買個鑽石 效益是很多 這個才感謝你 這個 是廣告很推薦吧 所以什麼成本效益呢 就是說你從事一個動作 他會帶來成本 像剛剛朋友講 走出去三分兩個發成本 從室內走到不管去 可是會吸引你所出來 一定是這個效益在成本你才來 像剛剛同學 從宿舍拔射到我的課堂來 他應該是太方便有點到我們之後 分數很低嘛 所以成本大會效益 那效益大成本 我這邊定格有個收穫 所以才好 不過我先講 我這個都不點點 我剛進跟打S 我只要算人數 我常常用那個當時來計算 我當成績的一部分 你們都很耐心 所以出銷這個造工率 都比我的課還好 因為出銷會點 我會點 那就看你們自己看得辦 所以如果這個動作 就是效益大於成本 有GPCC 如果成本大於效益 你就不值得做 那這邊要講一個電器的概念 這個MV就是marginal Benefit 效益 就是效益 Benefit就是效益 MV是Marginal Cost 是電器的概念 電器是額外增加益單位 有一個東西很容易 就是一跟零的問題 比如說 今天來上課 今天不來上課 這是一跟零的問題 可是 編輯的概念就是 這個學期一共有十八行課 你額外增加一大課 你要上到第幾週 所以你第一種學科 還可以很耐 到第四種學科 就不能很耐 所以編輯效益會下降 你可以把一天的課程 分成我剛剛都有三個小時 你可以分成三個小時 第一小時你說沒講可以了 第二小時你就睡著 實在想你別離開 這也是編輯的概念 所以 編輯的概念 你要不能多大了 單位來分量 看你自己的需要更方便 你把這個不整 分成一秒鐘剛剛是便宜的意義 沒有人用一秒鐘來當單位 分量一個非常好快 可是你可以用一個禮拜 或者是一個學期 甚至是一個四年 剛剛你修課整個 編輯的單位來收益 那所有的行為都是便利 本能便利效益的這個比較 當然你在做這些比較的時候 有很多假設在前後 比如說我們今天假設人是理性 人是不理性的話 那什麼行為都沒得做判斷 什麼是理性呢 但是就是 理性的英文是Rational 假設人們都趨吉利兄 追求自我的最大效益跟最小的成本 少有惡意追求最大成本跟最小的效益 定讀了沒有人會怎麼做 你說 可是那為什麼今天你坐監犯 這顯然是真的很大的東西 坐監犯的那個成本 不會在一時之間顯現 比如說 同學們有些比較不好的習慣 在這裏應該沒有什麼吸毒 或什麼槍藥、蛋泡這些東西 沒有人牽涉這個問題 可是你們 可能有多數同學牽涉一個 喜歡上網打電話 不是很好的情況 那你說這個東西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同意 但是常常來看這個東西 也許不是好的事 但你們現在都覺得 所以這個理性的 趨吉利兄 要看你用什麼腳步來看他 你可以在一個世界上看他 你也可以在整個人生的長度來看他 但理論上做人是一輩子的事情 每天的生活都是人生的累積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看 怎麼樣做才對 所以他們有無理性的行為 比如說 跳課啦 打電話啦 上網 那些人 這些人可能在意識不覺的 這個是個大問題 但長久比起就是個大問題 都不要講說犯罪 要吸毒啊 這個東西都有人做 那就根本不是很大麻 是 他們想不會在意識形成 或者他們不認為這幾個成分 所以每一面都不一樣 可是我們要講這個人物是理性的 他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認為這樣做是值得的 效益大概是怎樣的 然後我們要講一個概念是保留價格 保留價格是說的是 人們願意出的價格 人願意出的最高價格 他等於消費所受到的效益 所以用這樣的概念來說明 為什麼人們會 會從事某種動作 或是從事某種行為 基本的例子叫燙衣服 他說 假設你在燙衣服 或從事另外一件工作之間做一個選擇 所以這個燙衣服這個動作 帶來成本人的效果 但他跟各位說 怎麼樣透過這個 這本人的效果分析來決定 你該不會燙這件衣服 所以假設你有20分鐘 又要燙一件衣服 那你可以往去吃袋 或是看電池 或是做別的事情 或者是燙衣服 隨便你 那決定你要不要做這個事 我們先看效益面 我跟妳講成本效益 對不對 所以從效益面來看 事實上這個動作完整 所命運出的最高價格 就是這個動作的效果 所以如果妳說 我燙衣服的效益是 保留價格 是多少錢 我來問各位 如果妳們要 如果妳們要 讓這個動作完成 妳願意出的最高價格 是多少 再度妳們有穿衣服看過 上面跟她一起 拿IS出來 是我的助教拔掉 妳有看到我助教嗎 剛剛走過去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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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衣服的效益就是 這個工作完成 組內術的最高價 那不燙衣服 所以就算了 要燙衣服 同學自己燙衣服 就代表說 她的保留價格 這是她的效益面 她燙衣服 因為出的最高價格 不只給人家燙衣服 我自己不燙衣服 我的衣服都給人家燙 我只有自己洗 那洗洗掉下去洗 不用多少時間 那我自己不會燙衣服 就給人家燙 燙衣服現在是50太小 但各位我先往下講 成本面來看 是願意接受這個工作的最低價格 所以她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成本 一個是效果 各位看她成本面 其實是說 這個工作的最低價格 我說問妳說 燙衣服這個工作 因為燙衣服這個工作 最高價格有沒有意思 沒有 妳說我燙衣服三千塊 但沒人會改進 你幫她燙衣服 所以 成本給燙衣服 妳是說 妳把這個工作完成 妳最低價是多少錢 就叫我完成這個燙衣服工作 妳叫我燙衣服 妳燙衣服可以 我燙衣服可以拿一百塊 因為我不會燙衣服 我燙衣服 我燙衣服要花很多時間 怎麼燙衣服好 所以如果來看 對我來講 燙衣服的成本是一百塊 這是我願意接這個工作的最低價格 拿我來當燙衣服 這是一百塊 所以就好燙衣服可以 一件衣服一百塊才幫妳燙 所以我覺得 讓這個工作完成 他願意出的最高價 這個效益 一定不成本 所以她們試錯 可是我願意讓這個工作完成 燙衣服的最高價 超過我的成本 對不對 我成本是一百塊 但效益呢 這個效益 這個工作完成的最高價 我願意出到六十塊 所以我的成本大約的效益 我自己不做 我讓別人幫我做 對不對 我再講一遍 我願意出一個錢 我願意幫我完成燙衣服的工作 我願意出到六十塊 因為我自己不會燙衣 我自己燙的成本也一百 我讓別人做的效益 我願意出的最高價值得六十塊 你叫我做的最低價值得一百塊 所以我做成本很高 我不要自己燙 我先別人幫你 你這樣對不對 所以所有的概念都一樣 我們講工作一次 他燙衣服的例子比較難 是因為他的成本 效益在同一個人身上 我講另外一個例子 比較簡單 我們將保留公司 接下來我也是個新問題 我請問各位 這個社會讓工作比較多的是男性還是女性 你們這個例子放不太出來 你就想整個老公地裡面 男性工作多少就有進行多多 男性工作多 為什麼 那你這個普遍就得多做事 你現在就要當小朋友就好 我進來 這跟成本也有關係 所以 我請問各位 是男性的保留公司高 是女性的保留公司高 保留公司就是 你願意去工作的最低價值多少 你覺得男性高還是女性高 男性高 所以男性失業率高 好像是 可是我剛才不是講的嗎 男性工作的人數比較多嗎 女性比較少 但是為什麼 如果想比較想太多 想簡單就好 為什麼女性比較不願意出去工作 講簡單例子好 假設 一男一女 他們的身高體重 頭髮的顏色 眼睛的顏色 皮膚的顏色 學歷 成績 長得完全一樣 長得有點奇怪 我沒有講髮型一樣 我沒有說身材一樣 我就是長身高體重 我這有點奇怪 不好意思 身高一樣 體重不完全一樣 長這樣也不一樣 頭髮長也不一樣 頭髮也不一樣 那我想是頭髮顏色 眼睛的顏色 皮膚的顏色 那這兩個人他們工作的 他們工作的保留價格 都完全一樣嗎 各位覺得 他們願意接受的 最低公司會完全一樣嗎 誰接受最低公司會比較 誰願意接受工作的 最低公司會比較高 會比較高的東西 是男性還是女性 女性比較高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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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25歲到35歲這個階段 這樣更確認一點 假設25歲到35歲的男性跟女性 一個男性跟女性 請問男一個人他們 只要這兩個人長得幾乎一樣 他們的基本條件長得完全一樣 各位想完全一樣 是沒有辦法 各位想same 請問誰的保留公司會比較高 男性還是女性 那麼難 我買還是丟掉 不知道幹嘛 太好了 我買還是依照 我買還是要用這個 我買還是要買還是要用這個 我買還是說 勞動的保留價值比較高 便宜很簡單 就是因為他的 家務勞動的那邊層很高 所以類似的概念 那要用保留價格來說一次 是機器在創作的事情 好 所以我們說保留價格在說明 一個人要不要創作一個工作 一定是成分很大於消費才做這個事 但不只做工作而已 包括跟滿店當地吃 今天正午大家都買麵當地吃對不對 有人沒有吃飯 不過算沒事啊 我今天正午我去開個餵回來之後就吃 一塊糟餅跟麵粹在台北地下就要唱歌 我們會吃一個大餅 可是各位看 你去買東西這個 各種不同飯糊你買哪一個 我請問各位 你買你最喜歡的事 哪一家就不喜歡的事 你去買嗎 有這種 很好 你說各位買就是不喜歡的事吧 是不是 所以有幾個例子來講 假設你的保留價格不一樣 可是你的成本都一樣 我講簡單例子 例如說 你先去買麵當 假設有三種麵當好了 有1 2 3 三種麵當 每個成本都是50塊 隨便舉例子吧 但是你的效益 現在就是你保留價格不要忘了 就是你願意出的最高價格 對不對 你願意出的最高價格來買這便當而已 這三個便當的成本都一樣 你的保留價格都不相同 比如有吃死的 有七十的 有五十的 你說那這個效益低於成本 比如說 我不是炸的東西 年紀大的人都吃炸的 所以我不會買炸排骨這個東西來吃 那七十塊是這個蔬菜比較多的肉能長 那對我這個年紀一定很滿足 所以應該要把七十塊來吃 五十塊就是一般的 你說一塊很大的肉 我雖然很喜歡吃的是 就是牛肉不能吃這個 所以如果你是有女性個人 你就會選這一種 因為這個效益跟成本的差距最大 因為這個效益跟成本的差距最大 人們追求的是 效益 減成本 的 最大 這是個理性個人所追求的東西 可是你說那我們去買便當要這麼辛苦嗎 那些人想當作這個部分效益多好 這個部分效益多好 效益減成本多好 然後來算一算 要買哪一個來吃嗎 不用 你們自然就會反映說 我最喜歡吃哪一個 我們就覺得這個 修個頭好就買這個來吃 但這個行為就統合在自己的模型裡面 就是效益項目最大 所以這個例子就說明 這份的行為都一樣 你買一個便當也是 你修個也是這樣子 我喜歡跟修個什麼幾個差不多 你們學論費是一樣的 每個地方花的單位想都是一樣的 你們的日子學 修個通常拿回來 所以今天我一定會去哪一個人 就覺得這個學論 所以這個就是 把我價格的概念 所以我剛剛講經濟勝利 經濟勝利就是 效益超過成本 我們就剛剛寫來的 是你Benefit, Non-Cost 這個部分的加感最大 這是一個理性的人 追求正的經濟效益 追求正的經濟效益 是你每一天的每月動作 要做這個事情 包括你去買便當的 你買哪一個 你修哪一個 你看出看幾個小時 你看電腦看幾個小時 你睡著睡幾個小時 無疑無疑無疑 那加起來就是 你整個人生的 效益的 減成本最大 再來我們來講 概念是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就是 XX人生的體育 總之我們來講 就是你必須放棄的 追加或是追加的選擇 中文之所以不容易翻譯 是因為 the next best 你可以說 它是你放棄的 最佳男人 也可以說你放棄的是 次假運最佳男人 你選到 所以中文沒有關係 你要寫英文最簡單 討論決策的機會成本 始終是最高的那個成本 你可以放棄很多東西 但你一直關心 最高的那個成本是哪一個 比如說你去聽音樂會 你有校園的免費音樂會 或是消費的不像音樂會 有校園的免費 校園的免費 校園的免費 有門票30萬 車子十萬 有些人去聽校園 有些人聽校外 有些人這樣子都不去 理由是什麼 還是這樣都在 統合在我們經濟的 校園的成本 這個概念裡面 所以我剛剛講 有校內的 音樂會 有校外的 我有成本的效益 我跟妳講 效益的成本是30塊再加10塊 因為車票再加上能票 效內的成本是0 那看妳效益是多少 效益因為通常不太好聽 除了上面洗衣服還不錯之外 譬如在那邊從頭上發了很多錢去看了一下 人質滿滿的 所以有些人去效內 不現行效外 就在它的benefit non cost 拿個大 比如這個是50 那這個經濟盛領 這是妳的sertulus 就是效益節成本 這個是50 如果這個是也是50的話 那這個是40 50減40則像是10 那他當然選擇不選擇 如果另外一個人 他效內也是50 但他效外 他選擇看到我的效 效外是0 他效內的這個1減40的50 效外的100減40的60 他選擇不選擇 所以不一定 所以我會看到每個的行為不一樣 可是我知道 為什麼你這麼做是因為你的效益成本來得大 你會選擇那個行為 用這樣的概念來說 再來是編輯的概念 因為效益 因為效益是沒有時間以後 我們跟效益來講 你今天要把效益上次 編輯就是國外經加益單位 如果就是跟我剛剛講的 你從事一個動作是1跟0 你就是一個編輯 你可以說我買便當或不買便當 這1跟0是編輯 你可以說我買幾個便當 你可以說我吃幾口便當 我吃幾粒 隨便你 但你這個編輯的1 編輯的這個單位要有意義才算 所以編輯效益跟電產品 就是額外增加一個單位的行為 所帶來的效益或成感 這是課本的第一個圖 這個圖會幫我們講的前半學習 個體用這個圖來說明 等種是數量 重種是價格 重的其實就是你的編輯效益跟電力產品 這邊是編輯效益跟電力產品 這邊是編輯效益跟電力產品 這是你的數量 個人這個例子是買電腦的隨機組織記憶體 這是個memory 紅色線是它的成本 藍色線是它的效益 你看看它這邊的寫 我們先看為什麼藍色線這麼丟下寫 那代表說我額外增加一個單位的 電腦的隨機組織記憶體的效益是递解 每個人都知道你要電腦M多E做一定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越大的話電腦速度越快 計算速度越快 但是你不需要做很大很大的隨機組織記憶體 因為你電腦率屬下又那麼精密的 或是那麼大量的技巧 所以它這邊說 你的數量越多 額外增加一段位所帶來的編輯效益越來越低 這個叫做編輯效益低潛法子 所以diminished marginalization 編輯效益通常是递減 額外增加一段位如果帶來的效益是递減 講這次是上這個課 假設這個課對會有越低效益的話 一定不會是递減的 一定是递減的 我可以往下分 如果這個課的編輯效益是递減的話 那我們應該上到什麼時候才下一個 上到論天安定 因為越上效益越高 大家就捨不得你還會不想走 這樣不累積了嗎 所以上到兩個小時大家就被離開了 因為大家受不了 吃便當也是這樣子 你說你很餓吃一個便當 更餓吃兩個便當 有沒有吃30個便當 沒有 沒人這麼做 所以編輯效益低潛 還好編輯效益低潛 編輯效益低潛 那這個世界就完蛋了 所以你吃第二個便當跟編輯效益超過第一 吃第三個超過第二 吃第三個超過第三百 吃第三萬個超過兩萬九千六百多久 那不得了 編輯效益變到一次完 還沒到你這次進階 所以一定是递減 無呼呼人他有一段披爭的可能性 比後我們再講 但是一定是递減 編輯效益要递減才能收益 這個世界才會緊 可是递減比較不好 递減這個世界才會緊 所以這個編輯效益是递減 假設成本是水平的 我先問問 移動性買費都是越便宜還是越高 因為它那個成本越貴 照講這個圖形不是那麼滑 照講這個圖形要畫成這個樣子 對方這是編輯效益 成本性應該要講這個樣子才可以 我們剛剛講是編輯效益低減法則 編輯效益低減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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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去大賣場一大陸就是很便宜 是沒錯 可是你如果真的買了很多的話 那就一定有免費 比如說你去跟它 買漢堡 你跟它說那我訂 你今天跟你訂兩百萬 算我便宜一點 那我就算幾次了 你跟它說那我今天跟你訂兩百萬 它總做給你 可以啊你出錢 你跟它們都拉進來 對不對 你一下這樣很多的話就變不 比如說那這兩百萬分十年 它逐一拿來 那這沒什麼講解為什麼 它就是一個十點的決策 所以如果你的需求量很大 它那種量不會得越高超越 非常的硬要低增 它有下降沒有錯 可是廠商會在下降的地方做決策 廠商會在低增的地方做決策 這以後我們都會講 所以這個是個簡化模型 所以我們先看 它這個水平線要好 假設你這麼不動 那我請問各位 每個人的 其實你假設模型 你說你的邊緻效果是這個樣子 我的RAM還越多 額外現在用帶來的 RAM的效果會越小 我不曉得你現在電腦RAM有多大 可是你要裝到 你大概不一定要把你的電腦 裝到兩百萬塊的RAM 太恐怖了 我電腦好像只有三十幾個 我現在那個三十幾個 所以各位看 如從這個模型 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 效益大零成本 是應該買 也不應該買 應該買 對不對 因為有經濟政策 所以應該做 真的要買 真的要買 如果效益小於成本 該不該買 不該買 因為不划算 那請各位看這個模型 假設現在是十塊錢一個單位 你買了第四個單位的時候 請問核酸不能算 第四個單位的時候 你的效益是二十 真本是十 這是用錢來計算 不是十塊錢 所以你買了第四個單位的RAM的時候 它的邊締效益是二十塊 非常的是十塊 請問核酸不能算 該不該買 該買 那我做的時候 好 那我買第四個 那其實十一個要不要 核酸就要買 第十一個 不算核酸 不算 因為效益 它是大於成本 所以我會往這邊走 我會一直買 然後這邊買 我會請你 如果買到第二十一個單位的時候 核酸不算 第二十一個單位的時候 它的成本大於效益 所以如果你超過這邊的話 不應該這樣 你不要退回來 不要買那麼多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地方是最似最側的 這個地方代表什麼意思 邊締成本 跟邊締效益 這是最似最側的成本 所以整個人生都是一樣 你買到什麼時候為止 買到你的 最底的邊締成本 你對於效益已經下來了 為什麼 這一點 過程度現在看出什麼 假設一個單位是十塊 我買到第二十個單位 因為這邊NB0NC 因為這邊NB0NC 請問這一點帶來的經濟意義是什麼 它是 它是 邊締效益 減邊締成本的 加總的 加總的 加總的最大 跟它生 加總的 我們剛才講過 理性準的 是經濟盛餘 最大話記不記得 經濟盛餘是成本的 效益減成本的 差異 這個都不是負的 重複性上來看 經濟盛餘就是 效益減成本 所以 邊締的 就是這個單位的邊締是這樣子 比如說 這是第八個單位 第九個單位 第四個單位 第四個單位 第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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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過來 所以這個三角形的 加總的最大化 這藍色線 鋼紅色線的 那個區間加總的 最大化的 決策子 就是在這個焦點上 NB0NC 所以如果你是个理性个人 你追求经济生育的大胖 你的准则就是 边际消育 边际消育 所以你的每天生活行为 你喝水喝酒杯 你选多少课 你买多少课 你买多少课 你的连续的动作在那边停下来 都是因为那一个点上面 边际消育 你们来上我的课 你看上课上的课 你睡着 那个地方就非常容易消育难 别停下来 你不要再停客人就睡着 这样保证你消育最大 真的啊 这就是基金模型跟我们讲的 如果基金模型是正确的话 它应该会给我们计时还是落入力诊 我举个例子来讲 现在的瑞士比以前便宜得多 对不对 现在的比以前的记忆体有便宜得很多很多 所以如果记忆体变便宜 理论上面电脑里面的记忆体应该都变多还是变少 变多 你看模型的连续对不对 如果本来一个单位是10块钱 现在的一个单位是5块钱 它最似的电脑容量 那个基金模型就会从20变30 因为MD等于CMA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它是不是给我们正确的预测 对不对 预测是对的 因为这个模型是对的 从这个方面来讲 假设说 对RAM的NP上升 我请问各位 什么时候你对RAM的MD会上升 什么情况下会这样 什么情况下会这样 ? 因為我的電腦是用更多RAM 比如說我要買更好的GAM 我GAM沒有要升級 我用電腦沒辦法做 是不是 所以我對這個單位下 第二次的單位下的評價 我保價給10塊也給12塊 因為我不買更多RAM回來 我的電腦不能RAM 用漂亮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的電腦要升級 我是不是應該買更多RAM回來 從30到40 這樣是對不對 對 對啊 這東西必須還是可以 是不是 所以最適合決定的 最適合決定的 是NB等MC 因為如果NB到MC 就繼續買 便利效益要練功能再繼續買 買到 買到 這個 一個地方停下來 便利效益來 小於便利成本就減少 不要買那麼多 因為成本超過效益 便利物質這麼多 所以兩張決策 NB等MC 就是決策難以 這一點 會帶來 證明的 經濟證明的最大好 這是決策規則 這個故事說 大飯店是寶貝人平常吃飯的情況比較 這是金華飯店寶貝人的照片 你會看非常漂亮的 這東西吃一片二千塊 我去試試過一次 我這年輕人不太捨得吃這個 因為年輕人都要消化了 你們年輕人可以去試試看 這台南端子裡面 這一碗八十塊 我請問各位 你吃一碗八十塊的麵 跟這邊會不會吃的一樣嗎 不會 哪邊會吃的比較薄一點 這不用Irs了吧 這應該是左邊會吃的 比右邊還來得飽 所以你們有按出來Irs 為什麼這邊吃的比較飽 理由是什麼 因為它是吃到飽 所以吃到很飽 模型怎麼解釋 你說這會不會 還用模型解釋嗎 這真的還說會啦 你去把他丟到裡面去 裡面吃到出來 這邊又吃兩張 就差不多了 一碗麵才一碗麵包十塊 不理在一個便當來六十塊 你去試看 那邊一碗麵還八十塊 為什麼 模型要怎麼解釋 模型可以解釋啊 因為這個東西 到底會不會看 我把這個模型改一下 照我們剛剛的 這是吃的數量 這是電気效益跟電気成分 我們剛剛說一碗麵包十塊 一碗麵包十塊 連續就現在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吃東西的電気效益 一碗麵包十塊 那就已經在做 假設你吃三碗他會飽 好 你小啊 他在那邊點點 你不小 很小一碗 有在看他吃長大 就知道 他在那邊非常多 很小一碗 對啊 那所以你把背什麼吃 你是不是很簡單啊 這個 我們剛才講過 電気效益 電気效益 所以吃看他怎麼 就是覺得在這邊吃三碗 如果人家選擇 你就吃三碗 你幹嘛吃那麼多的麵包 因為根基基地模型 要吃上面打破 所以是決策 請問你吃Buffet 你做的是什麼 你Buffet的決策會在哪裏 Buffet不是一千塊嗎 剛才講 你是金華樂 晚餐 你跟Buffet一千塊 那怎麼吃 他膠片在哪裏 這樣是過去是不是 那怎麼也吃不到 我把它掛一下 第二次好 你說那我吃不行 有沒有人吃不起 還是有 要是沒有人吃過 我過去先讓我來 他有些人吃得起啊 他的Buffet超過Buffet 所以他很會吃 他現在吃到什麼時候為止 你說那照實上什麼 Buffet跟Buffet的 你交叉也不在這裏 那吃涼口就得先開來 太貴了吃涼口就好 這樣老闆就賺死了 你吃上網站這邊吃到這邊 你把Buffet涼口就走掉 那不太好 模型錯了嗎 沒有 沒有 某什麼沒有錯 我的Buffet涼口就在哪 你是否對Buffet涼口就在哪 你是否對Buffet涼口就在哪 誰可以畫給我看 我上學有多加分 就是這種奇怪問題 就是這種回答他們的加分 可是他們都對大家沒什麼視乎 那你們來修路修學分的 是為了休閒嗎 有沒有你們建議 Buffet涼口的特質是什麼 你進去吃飯 你多吃他會不會外癢 要不然他會跟你說 你吃太多了吧 在網路修學分的 所以他們Buffet涼口是多少 他吃第一口是一千塊沒有錯 他吃第二口Buffet涼口是多少 吃跟不吃是一千塊 你說我今天還沒吃一口之後 你說我不想吃要怎麼 那可以 說我不需要錢嗎 不行 跟你吃完一口之後 你吃第二口Buffet涼口是多少 你啦 因為你吃多少他不會怪你 所以他第二口就是變成零 他第一口是一千塊沒有錯 他第二口就掉下來 他第一口是零 他第一口是零 所以吃到什麼地方的意思 你們吃到複製痛 有啊 你們吃到這邊 這很大的效益 所以人肉理肌膀不一定啊 那種吃三口這樣有時候 所以今天是很老 不然是很厚 但是 從這步行就可以跟你們講 如果你是 吃一口 扶一口錢 你會停在這個地方 吃到飽你會停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去吃到飽餐 你一定會吃得比非常多的多 你要是說你都吃得完全一樣多 那算你厲害 就是你這樣撐手 你不會被這個事物所贏的 但實際上他是不理性 真理性的話 你去吃吃到飽 不要比非常吃得多的 而且也是一般人的行為 所以模型可以告訴我們這些行為 這是模型公文的 這是模型公文的 這是學校的那個操場的報告 兩人經濟學 我拿這個 你看這個還有學校的那個 學校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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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舉張貼的張貼車 我這舊的東西 我拿這個來是因為 他敢來講 經濟學院就看到他在寫什麼 我請問一個 為什麼叫兩個經濟學院 他為什麼說 買兩個更保險 第二個三十五 認兩個八十 認兩個四十五 認兩個六十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既然要打折就乾脆一點 你全部都打對手 就打八十就好 幹嘛買兩個才八十 理由是什麼 你怎麼啊 你在幹嘛 睡下來是地板 彼此碰來碰去 你說你站到我睡到的地板 這個背後為什麼進去疑問 為什麼他要認兩個八十 我跟各位 我請問問 他們認兩個 假設這東西一個十塊錢 講這個例子好了 抱歉有超過時間的 假設一個十塊錢 兩個本來是多少錢 二十塊 對不對 但是如果買兩個八十 那兩個是多少錢 十六塊 十六塊 那幹嘛 幹嘛要這麼辛苦 他說 一個賣八塊就好 幹嘛要賣兩個 才十六塊 為什麼要賣兩個 一個八塊一個八塊 那為什麼不這麼做 他沒有經濟模型在哪 看看這個圖 這圖是怎麼畫 必須現在是地錢 你都會看出來 所以如果第一個 如果每個人都知道面銷是地錢 叫做第一個在這裡 第一個你願意花十塊錢去買它 明明保而價不是十塊錢 而且第二個會是十塊錢 不會 第二個也比第一個來得利 第二個只有六塊 第二個只有六塊 所以他這樣 你一次買兩個 他會賣你多少錢 十六塊 照這個例子來講 你可以兩個人一起去買它 沒關係 他如果要一個人一次買兩個 他第一個賣你十塊 第二個賣你六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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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經過你看到任何之中大使的新聞 有時候他們電過的警記是甚麼 它是不是經濟模型可以解釋的東西 好吧 所以我們今天上課的這些東西 我們講細小性原則成本效益 理性原則保留下來 積極生活 積極成本 變成概念 我們全部都講過 都在故事裡面